大家好,我是蘇琳 就是,譬如你覺得那個女生很漂亮 然後你就會很想討論這個人 你就會說什麼 你覺不覺得她弄了容 不是,覺不覺得她一定弄了 不是,我應該是那個綠茶表 就是我會視乎 Sophia,你覺不覺得那個女生好像 就是...等人的那一段時間都說出來 你不覺得這些是... 有什麼心機表綠茶 我那些年紀都會說有沒有整容 我就會問,她為什麼化妝的樣子有這麼多 但是呢,你說心機 就真的可能一會兒說出來 你講那句話 你不覺得我那句是挖嗎? 她那句也是挖,她那句只不過再包裝 再裝飾 我這個高級一點 我真的不覺得她弄了容 還有,你剛剛說什麼?我那個年紀 我知道是,我們兩個是童年 大家知道她是狗多的 你不可以在這裡說啊,你那個人來的 我們可以幫她 剪了她一剪 我們三個有沒有被人說 先說弄個容 有啊,有 你一定有啦 我先說,我是聽香港那邊的人說 一看就知道她的樣子一定是正的 不過我和你都是... 餃子下牌的啦 我沒有下牌,所以沒有什麼位 有一塊 但是我想說,我試給我家族照你看 我妹妹就是這樣 我幫你做證,從小到大都是這樣 你們是同學的,是嗎? 對,不過不是同學 啊... OK 很好啊,她很適合這個字 我也是,我給我媽媽爸爸的照片 就會看到 剪她們的下巴給你看 其實和你一模一樣,我穿下巴非常兇 Sophia,其實我不明白 會啊 可能是很不認識的人 我幫你做證吧 對,因為她們都很不認識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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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事,總之新認識我的朋友 很多人跟我熟了之後 就說,其實我曾經有背後說過你整容 我還沒認識你之前 我承認我的下巴真的太過鬆了 因為我以前小時候 那些男朋友很衰的 她問我說,Soha,你男朋友有怎樣跟你kiss的? 如果是,你會刺死他 沒有! 我記了一輩子,我記得你是誰 好笑 我認識了幾年 其實她的樣子就是以前倫家女孩 到現在的樣子都是沒有變的 就是她打扮和化妝 對,是適合了 我那時候是不可以用那些眉額的一個 我一瘦了臉就很恐怖,因為已經很瘦了 嗯,太傷了 這個不認屍的 我也試過 我沒有,我沒有 我經常弄小 這個是引出整容的話題 還有幫我們澄清的位置 然後第二個呢,我們一起去casting一個job 那你重不重,我不重 然後我就說 但其實前台詞就是 應該是中我,不是中她 以前做PR的時候 我不知道,我比較聽得多的是這句話 還有我覺得最印象深刻 她說什麼? 我不是這樣說這句話 不是啊! 但是我身邊有很多朋友問我 其實我不明白蘇文哪一筆漂亮 真的有嗎? 真的有嗎? 我想說是很多人,熟不熟也好 其實很多人這樣看 但也很多人覺得你漂亮 所以我覺得很極端 我覺得我是比較瘦女生 男生們覺得我比較瘦女生 因為男生不喜歡鬼妹 也有一部分人是喜歡鬼妹 那PR真的吸女生多於你吸女生 我覺得 小小的學校都覺得 可能因為我身邊全部都是 中國人 亞洲樣子 然後我就不喜歡自己鬼妹 全部人 只有她一個藍眼 藍綠眼睛 然後金色的眼睛 對,我覺得很不漂亮 我不喜歡的 我經常都覺得 為什麼姐姐這麼漂亮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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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小時候會比較喜歡 從重 不喜歡特別 現在就比較有自己一套性格 那第三個呢? 這個我不知道你們多不多 我沒有得罪她 我不知道她為什麼會這樣對我 你吵頭髮 幹嘛啊? 你不如一起聊 她是超同樣 你是不是有對我這樣說過? 我應該怎樣 我呢? 我跟妳說過很多 我就是 你是不是想起我 不是不是 這個是我 當時跟朋友 剛剛我們喝茶的時候 在聊 我覺得 可憐人 必有可恨之處 我一去說這句 我就會量一量 你自己是不是有什麼問題呢? 不過很正常 你給一些不懂的人說 我覺得 其實你也過不到外面的人 怎麼說 小時候真的會說得多這句話 因為我真的試過 走出那個課室門頭 也有些姐姐會對著我 大阿爸 不同 我好不懂她 真的嗎? 你這樣就會說可憐人 有可恨之處 但是那一刻的我來說 我覺得自己是沒有可恨之處 但是最後那個姐姐 到我畢業的時候 她就回來跟我道歉 那就很快明 我是沒有可恨之處 不是啊 你可恨之處是你太美了 你明白嗎? 你明白嗎? 要看那個人是假裝說出這句話 還是真的由心無法 譬如 男女朋友 然後還有一個第三者 那第三者這樣跟男朋友說 都不知道為什麼你女兒這麼不喜歡我 這些就bitch了 你明白嗎? 是不是要延伸另一個問題? 不是啊 你有第三者 你男朋友也有問題 是不是 不是啊 一隻手掌點拍得響啊 不是啊 我知道有一次是 我以前拍拖 不是啊 你不要說你 你說你的朋友 算了 以前我呢 拍拖 然後 校運會呢 以前上中學 你多數是在學校 我男朋友學校就是肚子 放學的時候 我男朋友跟我說 剛剛中午的時候 她以前的女朋友 跟我說 好害怕啊 剛剛你女朋友背著我 這樣說 雙兩輛車的車道 對面交給我們 還要看到 她已經是過了 她說我好害怕 她背著我 然後我就 然後那怎麼辦 那我男朋友跟她說 今天我 你為什麼背著啊 是不是 沒有 我真的沒有反應 我覺得不需要 即是你已經不需要說 我沒有背著她 她為什麼要這樣說 我覺得已經不需要解釋 然後 下一個 切的場景就是 那個之間 是不是真的 這麼閨密 我 以後會篩選 什麼才是真閨密 不可以再 別人叫閨密 就是閨密 但是 我覺得閨密之間 都真的會說話 我知道 因為我有一大群 女生朋友好朋友 但是9個女生來的 我覺得 除非那個女生 最近發生了什麼事 不然不會突然找東西 來說她 我們就是 其實有什麼我要說她 我已經當面說了 但是我會用朋友形式 告訴我 因為我沒有很多干涉品地 但是 就不會真的 譬如誰走了 就會這樣 但是我那個形式 就是 是你那個現身出來的 譬如我 跟我的朋友 他會直接 在我們四個面前 告訴他 教訓他 然後我覺得是非常 露他的臉 開頭我也是跟你們想想 我免得干涉 是他兩個人的事 然後我發現 問題越來越解決不了 然後我就拉他下來 私底下不如你跟我說 你不要那麼直接去對他說 因為那個女生都開始 是不是有一次了 已經是 就是他已經不再相信他了 曾經 他倆是朋友 我就覺得 不是直接說就好 就是你都要圍繞一下對方的尊嚴 看他在說什麼 我也會說 不過我發現也很多這些 因為覺得大家跟以前的話題已經不同 或者價值辜問題了 所以就開始真的不朋友 圈子不同 何必強勇呢 我覺得人家直接走 但你長大了才發現 有些東西真的逼不來 可以說 特別是你現在大學不在業 更加之 大家條路都不同 是真的 但人家是這樣 事實 真的 誰留到最後 就是誰跟你最合 而且這段時間 大家的程度又不一樣 譬如他結婚 我還沒結婚 我永遠都不知道生兒子的 性經是怎樣 但就不就經常聽著人家說生兒子 然後就覺得 這個飯局是不是 我好像可以不用來的 對呀 每個人都在說生兒子 不知道結了婚那些 立即就 沒什麼話題 你不是跟他不friend 感情還在 很快我結婚生未必 沒什麼可以跟他 又friend 如果他懂得跟你做朋友 他見你的時候 可能盡量講小一點 媽媽經 我覺得這些都是朋友看 真的合不合得來 我一大堆女生 朋友剛剛講的 有些生了小朋友 有些未生 生了小朋友 會說說生了小朋友的事情 也會說說其他事情 其他人都會聽一下 所以就會聊得來 所以就要看大家 真的合不合得來 就是不覺得強求的 這些事情 好了 剛剛那個話題太認真了 最後 不如你們做一個 真的 如果我不喜歡那個女生 你會用什麼嘴唸 告訴他 我不喜歡 之後見到這個樣子 對呀 見到這個樣子 Shit 他不喜歡我 好慘 剛剛有鏡頭給Sophie 我覺得我可以扮一個不喜歡的樣子 但不是我做的樣子 狀況 我不喜歡的話 我會不出聲 但我不會不喜歡一個人 然後我就在那裡 就在那裡 我就不會了 這個樣子夠了 夠了 我應該是 其實我現在都經常這樣 我不知道那個人就會 好遲 夠了 夠了 就是西面 有時候東西太慢 他就會這樣 真的 他就這樣 如果一起拍攝的時候 就會有點緊張 因為始終我們一起做事 不過其實我也不對 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 其實大家都很辛苦 但我經常都是這樣 覺得有些東西可以快一點的時候 我就會很想說出來 叫別人不如這樣 今天我是跟朋友討論的 他就說 如果我不喜歡那個人的時候 我的反應都很明顯 你經常都這樣 就是這樣看人 他說當我不喜歡的時候 我就會這樣 我好像不是經常見到你這樣 除非你真的很生氣很生氣 我前段也是很忍耐力的 然後之後 沒什麼所謂 什麼都沒所謂 我也覺得你很無所謂 我真的很傷自助 傷自助 無所謂的嗎 以前他上次跟我說 沒所謂 然後我就問 你哪有無所謂的 經常都這麼漂亮 然後跟他相處久 整天都很隨便 這個人 是一個讚的 你們都讚的 所以我很難害怕 因為很多bitch都是這樣 我不是沙衛的 你來吧 我有一個 但我不能說 因為是我們之間的 真的嗎 你們兩個 你也是有個女藝人性 什麼都... 就是這樣說嗎 好 我們好像真的有一個女藝人 好像什麼都沒所謂 但其實她本身已經是有自己的原則 和底纖 她已經說好了 她要怎麼樣 然後再說就沒所謂了 我跟你們大家都不太熟悉了 那我們敲幕之後再說給我聽吧 我就這樣這條片就到這裡了 我們下一條片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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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